每一天夜幕降临 霓虹灯亮起 每一辆车辆匆匆驶过 忙碌的上班族 终于从白天的工作中脱离 而有的人才刚刚开始 南昌 一个多姿多彩的动感都市 这里是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的紫荆夜市 日用百货 餐饮小吃 地方不算大 还有点老旧 每到傍晚 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遍布街头 这里又开始了它的喧嚣 很是热闹 真空球 套娃娃 孩童般的纯职游戏也坐落于此的 人们在一次一次的参与中享受娱乐与消遣 在这里 人们开始渴望美好而放松也在 很多人中情夜市小街市井里面 只有这个环境 采配得上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 夜晚的街道是由烟火而然 来来往往的人们传心在匆忙的街道 美食的味道扑面而来 烤架上的生蚝在欢呼雀弱 锡纸上的花甲在滋滋作响 冷面 烤串 各式各样的街道小吃在欢迎食客的到来 大家其实都很懂生活 没了烟火器 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在南昌生活露营的黄哥 在这里开了一家寿司店 如今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每到这个点 摊位上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我问黄哥 有什么窍门吗 黄哥跟我们说 首先要把人做好了 才能把生意做好 别人认同你了 你的服务好一点 再给别人打点折 优惠一点 加上口味还不错的话 大伙吃了还会再来 那生意不就好做多了 为了生活奔波劳累 时常日夜颠倒 黄哥说 他从早上十点开始备料 下午五六点开始摆摊 直到凌晨两三点 才能收摊 黄哥跟我们说 就是趁着年轻嘛 就是多拼一下 累一点就累一点 年轻的时候多苦一点 老的时候或者是小孩这些 他们就会多甜一点 另一层人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当夜晚降临 天花沉沉睡去 忙前忙后准备了一天的波总一家 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就是这样 一个又一个忙碌了一天的肠胃 才是另外一群 不得不在黑夜笼罩下 忙忙碌碌 不辞辛劳的人 有了赚钱养家的契机 炙烤翻面撒料 一遍一遍地重复 一声一声地叫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像这样的生活 他们夫妻二人 已经走过十一的春夏秋冬 来往紫禁夜市的时刻 大多都卸下了一天的疲惫 坐在喧嚣的夜市当中 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慰藉 工作的所有辛苦 全都褪散不见 而对于夜市当中 像波总一家的摊主来说 一天当中最劳累的时段 才刚刚开始 食材 足料 摊味陈设 整整一天的准备 都在为了打下 夜幕降临的这一仗 灯影摇曳 人影惊息 酒保贩族的食客们 纷纷撤了战区 只留下一个又一个的摊主 还在打扫着自己的战场 此时已经到了凌晨三四点钟 大部分摊主纷纷离去 只剩零零三三几个摊位 还在守着 逐渐税税去的城市 逐渐税去的城市 逐渐税去的城市